但我自己在看這件事情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其實小時候 國小的時候 我曾經也被侵犯過 我只知道 我只記得 那個畫面我永遠不會忘記 我是爬著出來 哭著出來 原來我二姐大姐 被同一個人侵犯過 那我覺得就這件事情 我想要講的是 性教育有多重要 我們要教育我們的孩子 保護自己 如何勇敢的say no 我們要教育我們的孩子 何謂尊重他人 我們要教育這些純淨的靈魂 希望他們能夠保有善良 純真跟勇敢的態度 去面對這個不容易的人生 我知道大家今天 都是帶著這個疑問來的 因為最近真的 我明白其實最近事情真的很多 我們都不是當事者 然後很多東西已經進入了法律程序 我們也不便多說什麼 針對任何的人或事 但我自己在看這件事情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其實小時候 國小的時候 我曾經也被侵犯過 可是當時的我並不懂事 然後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表達 我只知道 我只記得那個畫面 我永遠不會忘記 我是爬著出來 哭著出來的 但我沒有告訴我爸爸媽媽 然後等到多年後 我們三個姐妹還有跟我爸媽 我們一起去旅遊的時候 在一個晚餐 我們竟然把這件事情聊得出來 我才發現原來我二姐大姐 被同一個人侵犯過 那我覺得就這件事情 我想要講的是 性教育有多重要 我們要教育我們的孩子 保護自己 如何勇敢的say no 我們要教育我們的孩子 則為尊重他人 我們要教育這些純淨的靈魂 希望他們能夠保有善良 純真跟勇敢的態度 去面對這個不容易的人生 然後我們也常常 我自己常常也在反省我自己 我會不會有時候 因為一個情緒 說的一句話 或做的一件事情 傷害了每一個人 我卻不自知 對所以我希望在這個事件裡面 我們都不要不小心 成為了那個加害者 因為其實當事人都非常的痛苦 然後我覺得網路言論 網路暴力其實也是一種傷害 所以大家在看待這件事情的時候 可以用更理智的方法 然後去發言 然後不要不小心成為了那個加害者 然後用更多的體貼 更多的善意去面對這個世界 這是我的感覺 這件事情的因應有持續到現在嗎 對你的因應 你現在回想起來就會覺得 小時候的自己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 但這件事情我不會忘記 可是我知道我的人生不會因為就此終止 其實人生還有很多美好的事情 等著我們去發現 等著我們去感受 而且這個事實上還是有很多很善良的人 對我自己個性是 我相信人心是善良是好的 然後有一句話說 聰明是天性 但是善良是一種選擇 我們都可以做一個選擇做一個善良有愛的人 在我們選擇按下案件發言之前 是不是再仔細的思考一下 這句話可能帶來的影響是什麼 所以艾拉你有看到遠遠跟大雅他們寫的東西嗎 我其實沒有去細看 因為我真的覺得最近的事件真的太多了 然後我也沒有辦法針對任何一個人物或者一個事件去做任何的評斷 那你會鼓勵這些就是真的受到傷害的女生站出來 即使過了這麼久勇敢的說出他們當成傷害 我覺得就是我剛剛說的勇敢的 不管是在當下或在多年後 我都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為什麼這個事情要在這麼多年後被拿出來討論 也許這是我們的一個機會 我們可以開始去改變這樣子的生態 改變這樣的事情阻止這樣的憾事在發生 網路上有一個影片是針對Selina跟黑人在節目上最對嘴的話題 這個我就不再多說了